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瞬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之餘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料化與你 我是Carmen 我和袁醫生 又會為你們主持今集的節目 袁醫生你好 OK Carmen你好 大家好 我們今集會講一講皮膚的問題 不是大家早前接觸過的濕疹 或者牛皮腺這些 而是另一種很常見的皮膚問題 就是白色 袁醫生接下來會為我們介紹一下 同類療法如何醫治白色呢 亦都是在同類療法裏面有個專業的名詞 叫白電 是嗎 是的 你有見過一些人有白色嗎 有啊 但都很難 即是沒有見過人成功醫好 濕疹都還可以按一下 沒錯 但為何白色這麼難搞呢 是啊 白色來說在醫學上都是屬於一種不明來因的 即是為何突然之間皮膚的色素就會變淡 會消失 其實沒有色素就會變白 那麼其實在醫學上呢 就是屬於一個叫做医療法律 医療法律 医療法律呢 來因不明 起因不明 總之就發生了 那你知道大家 即是皮膚很重要 是不是 愛美有多少 多少護膚產品 是吧 是扔在臉皮膚 是吧 有肥女士 我這次剛剛去了 去了韓國 那你知道韓國去什麼呢 那些人去買什麼呢 買護膚品 是的 整班人都去韓國 其中購買就是韓國出名的護膚品 他的品質呢 聽聞已經很好 是 直逼日本 好過西方國家 好過日本 韓國其實很多方面呢 是霧氣都很快的 是的 你會留意到呢 除了我們的LG 那個 三星 其實一個很快已經成為 追得上日本 還有電子護膚 這也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 肥膚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多人花無數的金錢 都希望做到皮膚美一點 光彩一點 柔滑一點 柔滑一點 那好吧 但如果你遇到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白電或者白色 英文叫做Vertiligo 或者叫Leucoderma Leucoderma Leucoderma Leucoderma就是白 Derma就是白色的皮膚 那其實是 也不知道為什麼呢 突然之間呢 那個色素呢 就是沒有了的 那我最近呢 就 我過去我醫過 這類的病 那 但是是不是成功醫治呢 成功醫治也有 不成功都有 始終那個原因都是有很多的 那這次呢 我就會講一個case 這個就不是我自己診所的 始終有私隱的因素 我都不是那麼方便 講我自己的病例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是在我們的同類療法醫學雜誌裡面 那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 那這個案例呢 是一位印度醫生 知道印度呢 同類療法是很流行的 那最近呢 就聽聞呢 同類療法呢 在印度呢 每年的增長率呢 是30% 那也挺好的 那其實歷史悠久的了 有成一百多間同類療法醫學院 講政府之助 不是普通那些 那它也有他們的醫院 那所以同類療法呢 如果你說要真的認識同類療法呢 國家來講呢 印度應該暫時來說 是最多人用的 墨西哥都多的 巴基斯坦都多的 那 那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醫學雜誌 就是都最近的醫學集結 那這個醫生呢 就聚遂一個案例 那有個小朋友 那當然化名啦 叫阿叔 阿叔 這個印度名來的 那14歲的男孩子 那在2007年8月1號呢 就去了他和他媽媽呢 就去了一個診所 那他當時呢 就他有白色 有白墊 在背部 那個肩膊度 還有呢 是前臂 就是手臂那裏 有細 那他呢 可以說呢 高度是一般的平均高度 中等身材 皮膚就比較白淨一點啦 還有面色呢 比較是蒼白的 皮膚乾燥啦 還有呢 頭髮呢都是乾 還有沒有什麼光澤的 那雖然呢 那天呢 是有少少下雨啦 但也都不是那麼冷而已 那發現這個小朋友呢 又穿了一個很長的長袖衫啦 還有高領的T-shirt啦 嗯 那還有呢 還穿了一個外套 就是怕冷了 那是啊 那大家很重要 在同學療法呢 一個同學療法醫生 很多時候呢 要觀察的 是啊 那個病是什麼 你就要醫治的啦 就是你要了解這個病 這個病是很明顯的 是怕冷的病 就是屬於寒怕冷的 那他就問他 他就問這個小朋友 為什麼你今天穿這麼多衣服啊 那他呢 就看著他的媽媽 他嗯 不出聲 嗯 看著他媽媽 那沒多久呢 他媽媽幫他回答了 他說醫生 因為他呢 就很怕冷的 還有呢 然後呢 過去呢 就經常呢 就 傷風啊 中眼炎啊 喉嚨發炎啊 那樣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通常呢 都很小心保護他 不要被他吹傷 阿媽幫他回答 你記住啊 阿媽幫他回答 他的身份仔呢 很明顯呢 是怕醜不回答的 好了 那他就說呢 他媽媽跟著說呢 他說大概兩年前左右 那我開始呢 發現呢 他右肩膀上面呢 開始有一塊白的皮膚出現了 那我通常呢 初周以為沒有什麼 可能跟季後性的敏感 那樣 那所以也沒有看醫生的 那四個三個多月之後呢 另外一戴呢 在那個周旁邊呢 又出現另外一戴的 那還發現呢 那一戴皮膚白的皮膚上面那些毛呢 即是那些印度人的皮膚 都是比較毛多些 都變成白了 即是不單是皮膚白了 原來會這樣啊 那個毛呢 那皮膚那些毛呢 都變白的 那他開始覺得 咦 可能不是那麼簡單 那開始呢 他就去看不同的皮膚科學專家 但都沒有一個 即是沒有任何的 即是幫助到 那很多人呢 被那些不同的藥膏去查 也都 被很多些不同的內服的藥物 那但是呢 沒有一樣 沒有一種這些西藥有幫助的 那連這個白斑呢 白斂呢 是那個慢慢地 慢慢地 就一路一路地來擴張 在陰燃裡面呢 就慢慢地 就慢慢地 還有那個前臂 即是初初 一個地方 整個背部 還有那個前臂 四肢 當然我們就緊張了 那不斷地 一個醫生這樣找找找 但都沒有幫助 接著有個朋友跟他說 哎 不如你看看某某醫生吧 那這樣 於是他就去到這個醫生那裡 是 好了 那他呢 譬如過去的家庭的病歷裡面呢 就發現呢 他就 他有少少學習 走路呢 就是慢個人的 嗯 還有呢 間中呢 就是有睡覺呢 就說話的 即是夢 即是 發開口夢 發開口夢的 那就是這個 有這個情況的 那再問真點的時候呢 他媽媽就說呢 他就很喜歡跳舞的 但是呢 他就從來都不敢表演的 啊 即是很明顯呢 他就有些的上台 有些怕 恐懼 恐懼 那他就不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呢 在表演的 嗯 但是呢 在家裡呢 他就整天都在那裡跳的 嗯 記著啊 這個性格是這樣的 好了 那再問問一下 他那個 就是他平時啊 他那個人品啊 和他的社交啊 和親戚的行為呢 那他媽媽就說 他是很害臭啦 嗯 嗯 和很敏感的啦 和很容易哭的 如果被人擲碼他呢 他就很容易哭的 但是呢 他就很有愛心的 啊 當他那個 啊 那個祖母病的時候 呃 呃 他就很刻意呢 就是照顧這個祖母 呃 呃 但是呢 同時呢 他呢 都是很依賴他爸爸的 他不可以自己出街的 任何地方呢 做一幫小小的事情呢 他都要他爸爸的 允許的 是 就是他不是一個很獨立的人的 那朋友方面呢 他也都有一個 朋友的圈子很少的 啊 就是一個小圈子的朋友啦 嗯 那麼他朋友裡面呢 他通常呢 都是給人一個 好像一個乖孩子的形象 是 那麼他自己的遊戲 啊 那些玩具呢 就會跟他朋友分享的 但是呢 他也都不好意思呢 就是拿人家那些玩的 OK 記住啊 這個情況 那麼再問問他 他有什麼喜歡啊 或者不喜歡呢 那樣樣 那麼他就 他媽媽就說呢 他說呢 他出生的時候呢 他呢 就不喜歡喝人奶的 就是他媽媽的人奶呢 他都不喜歡的 那麼也都 但是呢 他喝牛奶就OK喔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症狀來的 就是他媽媽人母語呢 就是不愁的 他不喜歡的 就只是喝牛奶的 那麼這個小時候就是這樣的 那麼當然呢 作為一個同學療法 我們要很了解整個病人的整體 那麼他觀察到 那麼當然這個嬸仔是很害羞的 那麼他的眼睛經常看著他地下 同來他爹沒有直接呢 看人 去回答他醫生的問題 那麼有一些問題呢 他每次都是看他媽媽的 那麼 那麼他媽媽呢 就是可以這樣說呢 是幫他回答的 那麼整個人的過程呢 他很靜啦 自己很內涵收斂 就是他不多表達那些 很內斂那些 很內斂那些 那麼就很明顯呢 你看他面部 和他那個身體的語言呢 他其實呢 是挺焦慮的 很焦慮的 有一種很焦慮的情緒在那裡 那麼醫生就想著呢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他所需要的 其實就不只是皮膚這麼簡單的療劑 是心理的 我們是需要一個整體的 深度的 吻合他整個人的性格 和他的體質 就是最好呢 就要找到這些這樣的症狀呢 那麼你找到這樣的療劑就最好了 那麼這些同學療法呢 我們在過程 好像我現在的自己的工作裏面呢 我通常新症都要預約一個小時的 因為就是好像要 其實我們很詳細去問很多東西的 那麼雖然我曾經很快 講出他們的那個資料 但是那個收集資料過程 有時候不是說 你問他立刻答完 不同自動波 很多時候 你要見他很多次之後 你要直接有線索去直接問 他才慢慢透露那件事的 那麼所以呢 有些醫生呢 我在滿地行 我其中有位教授呢 他用差不多兩三個小時的 一個個案子的 那麼在我們香港呢 就有時候比較上不切實際 那麼快用會太高的 那麼所以我們通常都要預約一個小時 那麼有時候 希望半個小時都可能都做到 那麼但是一個小時呢 就是大部分時間都可能用到一個小時的 好了 那麼我和療法醫生呢 我們拿完這些資料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呢 就有個電腦的資料 其實我有份它叫做repertory 其實是症狀的資料庫來的 就是有什麼症狀呢 有什麼療劑 就是這樣 那麼我們早期 我八年年開始讀的時候 都沒有這些電腦的 嗯 直接拿手的 就是我已經經歷過了 慢慢拍 由手寫了之後 有這個症狀 然後查本書 這個症狀之下呢 就有成十四個療劑有的 那麼我就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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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有些表 给你填的方便一点 基本上你要看哪一个疗剂的阵营是吻合最多 第二是哪个 第三是哪个 还有有时候吻合程度 我们叫weight 有时给它一个grade 两个grade 三个grade 不同grade 就有不同分数 我们早年真的需要这样做 幸好今时今日 慢慢地电脑化之后 其实这次真的可以在电脑 帮你做的 这个医生就用什么 选择什么的rubric 我们叫做rubric rubric其实是那个字典里面的症状 症状 病症 他就选了几个 始终我有个叫mind 一个人的思念 思想方面 他就问他 他就会选择几个 其中一个就是 ailments from anticipation 因为等有些事情发生 他就害怕 出现问题 很明显 他不可以上台说话 他遇到一些事情 这是一种叫anticipation 即是期待的焦虑 他有一个症状 叫 ailments from anticipation 还有一个就是anxiety besides oneself from anxiety 他是一种很焦虑的 不能控制地焦虑的 另外一个症状 就是cleaning 他很痴身的 children cleaning mother child claims to mother 很明显 你看到 他是cleaning 可以叫做很痴身的 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dancing 就是他喜欢跳舞 他在家常常跳 他就用这个资料 第五个就是dependent of others 很依赖他人 他依赖他爸爸 他在家常跳舞 还有一个症状 就是talking in sleep 就是发开口梦 这个症状 也有几个療剂 第七就是timidity 就是很肆胆 很害羞 在公共场所很害羞 第八就是自信心 他是没有自信心 confident of self-confidence 就是没有自信心 第九就是yielding disposition 他是很遭人的 就是好像去朋友玩 人家叫他什么 他就给别人的 就是很遭人的 食物方面 你发现到他不能喝妈妈的奶 这个是很特别的症状 我们叫做milk aversion mother's milk child refuses mother's milk 在我们的字典里面 就有这句 我们第一次听 很清晰的 就是有些病症 有些生物是不喜欢妈妈的奶 最后我们先把皮肤那里 discoloration white spots 就是有白斑 最后皮肤叫vitiligo vitiligo就是白电 对不对 在我们二百多年来的临床经验 其实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哪些疗剂 在过去是成功地医 这个皮肤问题的 白电的皮肤问题 好了 你加了这个之后 电脑帮你分析下来 排第1 的疗剂就是silica 排第2 就是盐型 排第3 就是水银 排第4 是钙 排第5 是轮酸 排第6 石虫 排第7 硫黄 排第8 就是碳酸蜜 Nature carb 排第9 是蛇毒 排第10 是stremonium stremonium 就是一种毒草 第11 就是apis 黄蜂 第12 就是veratrum 这个看到 就是电脑的好处 就是帮你这个资料 排斑下来的 好了 排第1 那个有32分 排第2 是14分 排第12 有12个疗剂重 有14分 第三 就是水银 有11个疗剂 有11个疗剂 就是它 您可以看到 它分数很明显 很突出的 就是磁 水 sea 那它有几只,就是有的,有几只,但是每一种种的情况,有不同的程度,譬如,症状是很明显的,或者是种得很厉害的,那你给多少分它呢? 就是我们为它,你给它一分,两分,一个grade,1,grade,2,grade,3,grade,4,那可以这么说,你grade越大,成了之后,总分就越高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总分是32,譬如它有... 我明白,但是总分有没有上限的? 那当然,如果你每一个症状都是三分的,那你就知道了,十只就是30分,明白,明白 其实没什么意思的,总之是比较,让你知道,在一个资料库里面,有哪些疗剂最贴近就有这些症状 因为同样疗法不是说,不是那么简单到,什么种病就是那种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因为始终我们要医一个人的,就是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药去医同一种病,譬如白色那样,那它可能有不同的人患白色,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配搭哪个疗剂適合那个人,不是那种病,那我过去,我试过,我用硫黄,我试过用酸酸,有几个酸酸,有几个疗剂的,所以,在我们的治疗过程,我们很强调,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用哪个疗剂是整体的,OK? 好了,于是乎,它开始治疗了,第一个时候,它就给植,Silica,Silicia,给1M,1M很高的,给一剂而已,吃一次而已,同样疗法很有趣的 同样疗法医疗的原则就是,要同类伤子,Law of Similar, 同样的,是要用一个,是Single Medicine,Single Medicine,就是,药就不要混合药,什么都放进去,你知道很多草药,中药,都不是,都用很多混合,开芳,军臣辅助,很多很多的,都有成四五种,甚至乎香港有些人,十多,十种都有的, 在同学疗法认为这种治疗 可以说是不够科学的 不够elegant 我简单英文说的elegant 就是简洁的 应该是这样 所以用药在同学疗法 就一定是用一剂 single medicine 就是不要一次过去用不同的药 因为我们学药的时候 都是一剂一剂学的 一剂一剂研究的 实现一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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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药 不是检枝一起做的 所以检枝一起用下 结果是怎样的 根本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们永远同学疗法的原则 就要single medicine 每次用一个 和minimum dose 越少就越好 一剂搞定就是一剂 不用用突然一剂 这个医生採用了 典型的古典式的 classical homeopathy 或者純同类療剂 pure homeopathy 就是这样用的 他观察过了几个星期没有发生 没有任何改善 他一个月后就重复了疗劑 又再一次 一个月了,继续没有改善 他在那时想想要不要转弱 即是两个月 在过去,我们很容易有种不耐烦的心气 可能会转弱 但这个案子很明显 他的silica是很入型的 所以他没有转弱 就算了,将药加重一点 转到10M 再一剂 他又开始等多一个月 差不多三个月了 才开始有少少改善 三个月之后 他才开始看到少少改善 他用了三剂 一剂一个月 再等多一剂一个月 即是他在那个月里是吃一剂一次 一剂的 一剂一剂 一剂一剂一剂 不再吃了 那么的意思 但平常我们来看你 不是每天吃 看你多高分能 有很多颜色 有些要重复 看你什么问题 有很多因素導致你重複吃 一劑吃高份能用低份能用 背後有很多道理 很妥為複雜 也沒有一定的規則 大家有種指引 我們會重複用 兩劑三劑之後 然後再重複 再重複用10M 然後改變就開始加快了 由手肘開始 背部的隔骨 還有下部的sacrum 腰下部的皮膚 一直改變 但是手背上和左邊的前臂 其實沒有改變 反而在左前臂上 似乎好像增加了 有些地方就增加了 而且有些地方就消失了 但是在前臂上 向下是增加的 因為它的方向是向下走的 由中間向四肢走 轉療劑 在同類療法 就認為這是一種治癒的方向 即是有些地方 真真正正的醫療 背後有很多經驗 和深奧的道理 如果我們發現的症狀 是由上身向下身移動 由身體中間內裏敗 即是很多病 是經過診爆了出來之後 爛了一段時間 就裏缺就靠近 就是從中裏向外走 右方向後退 由中央部位向四肢走 所以你才能看到 如果你的前臂的部位 看邊是向下走 那它知道那條方向就是正確 所以他就耐心 结果他就足够用了一年里面 去治疗病症 在这一年里面 可以说他用了几剂 用一次10M 接着用CM 一年里面其实他什么都好了 没多久他有一次 所以他右大腿出了一粒很大的瘡 他也用同一个疗剂 他就全部痊愈了 但一年这个治疗时间算很长 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一年里面 他不单止皮肤问题好了 他整个人的性格都改了 本来他不是一个很害羞的10M 他现在自己的自信心又强了 他现在可以自己回答 还有那个智商很高 虽然有时候 有些我们叫做期待的焦虑 其实仍然都有 但他能够专心来读书 你看到同学疗法 可以这样把这个年轻的身体 在同心灵都改善了 改善了 OK 那这一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我们稍后回来再谈过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各位听众 刚才听了袁医生介绍 其实是白食小朋友的案件 应该都对同类疗剂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实同类疗剂除了医治我们的身体之外 其实对心理里面都会很转起来 刚才袁医生你提起过植这种疗剂 之前我们也提过不少人物质 那关于植这种疗剂的人物特质又是怎样的 那植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是沙石来的 ok 就是我们香港的沙滩 全有很多很多这些 这些silicon dioxide 其实香港的沙滩 很多这个物质 那这个物质 为什么可以把整个人的人物性格都改了 这么奇妙的呢 那会怎样的呢 哈尼曼是我们同类疗剂的那个创办人 他首先是用这种沙石 silicon dioxide 先把它硬碎它 用乳糖粉 就当它硬碎它 它可能十分之一或者一百分之一 那硬碎了之后呢 那硬碎它可能几十下 那变成粉了 接着拿一部分出来 又再硬它一百分 九十九份的乳糖 那又这样硬硬硬硬了之后 接着拿一份出来 又用九十九份的乳糖 就硬碎它 连到硬碎它三次 那这样硬碎了之后呢 本来呢 不懂得溶化水或者酒精 都开始溶化 是 好 那于是乎它将一份 就放入水和酒精那方面 那便开始 就用水的溶化 是 和冲击 叫做succussion 就是将它一份 一份的物质 九十九份的水 接着溶化之后 就将它就是 potentize 即是succuss 即是这样 撞击它 崩崩崩崩 以前就是用手掌 或者用鞋子来拍下去 就拍它可能二十下 这样 接着就继续继续 来到不断的来到稀释 那么 你都看到呢 由一个 我们叫做inert 即是 不是那么活药的物质 沙而已 对吧 有什么也没有味 它又不会消 又不会成的 那么它竟然呢 将它成为一个 有那么大的治疗效果的 那么有生命动力的药物 好了 那么 直的形 那个重心 是我们叫做 它是没有腰骨 直呢 是我们很多植物里面 其实都有silica 其实植物 草 或者荆 只能够树得起 企得身 它什么支撑它呢 就是它里面的silica 支撑它 好的 那么一个人 需要silica的人 可以这么说 如果你的植物里面 没有silica 你就会什么 你就会 蛇了下来 那就是说 我们在同学疗法里说 需要直的形 的人 它为什么需要 因为它是没有gret 即是没有腰骨 没有耐斗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大的尿剂 这个也是 都是 挺普通的 但不是最大的 不是最大的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是挺普通的 它最重心 就是 Leg of internal greed 即是没有腰骨 没有硬力 不够硬 这个人是这样 OK 那么 通常这些人 通常很幼稀 很delicate 就是很敏感 以及yielding 就是 如何解释呢 就是很容易 就是很牵袖人的 那么整体来说 它的情绪 情绪 都可以说是平衡的 那么 除了 它自己的自我形象 是很差的 那么通常 这些直型的人 他自己的自我 那个信心 是很差的 是低的 OK 很低的 那么当然 他们经常觉得自己很脆弱 那么 就 很多时候 就会引 吸引 一些人 因为这个人很脆弱 很多人会欺负他 会引发一些人 他会欺负他 那么 那么 如果 他就 就是 在社交方面 如果遇到一个强势的人 那么 别人一大声地说 他就会立刻乖乖地 不管 就是 就范的了 就是 就是很容易乖乖就范 是yielding的字 应该这样解释 是很乖乖就范的 就是他自己 不疏忽自己的需要 还有 他也都感觉到 就是 人家如果是 那么强势 他就会觉得 被人羞辱这种感觉 是 如果你是去 去 去批评他 哇 更加不行的 他可能会哭 可能会变得很愤怒 OK 但如果有时候 那些人就是 安慰同情他 他又觉得很羞辱 就是说 他 可怜我姐 连吻我姐 知道我差 那样 又不过势 OK 所以 直型的人 通常 就是 很需要 就是 我叫做 Live up to the image 就是 人 要求 要求他 对他的期望 他很紧张 他一定要达到 符合他家 或者他爸爸 对他的期望 OK 所以 他有时候 可能情绪方面 可能 情绪方面 表达得不好 跟人家沟通 通常他有困难 在我里面 他有一些困难 很多时候 好像他的性格 和内在的自我 是吻合脱离了 OK 他变成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想怎样 他表达不出来 往往 就是为了符合别人 对他期望的要求 OK 所以 这些籍型的审婚仔 通常很乖 通常会乖乖地 做到他父母 要求他做的事 所以 他就会尽力学很多东西 所以 从学校来说 通常他读书 都是属于乖的 就是勤力 肯读书 当然 他自己是 没有安全感 这种没有安全感 其实某个程度上 都是他自己的内心 和他的情绪 内心的感受 和他的情绪 是不接线的 就是没有结合的 所以有这种 的矛盾在 好了 他当然 他也很紧张 人家怎样看他 OK 所以 变成他乖乖 在人面前 他很乖乖 因为他很希望 别人喜欢他 要接受他 也很怕被别人观察他 别人看着他 他很紧张 可以这么说 他差不多是 在自己出来的旁观者 他差不多对自己 都有这种感觉 也很着重 别人对他的观点 和别人怎么想他 所以在社交方面 他就是战战兢兢地 乖乖地 很遷就别人的 因为他希望别人 就是希望别人 要喜欢他 接受他 所以他大部分时间 都是为他人而活 就是他人的眼光 期望 就是他自己的内心 需要和他的情绪 是脱离了 是 他会被别人看 我很好 我好乖 我好人 那很多时候 他就会 施语多个接受 就是不要求多 就是多数是被 因为他自己的自我形象 是很视乎于他人与人之间 别人对他的观点 所以这是他的内心世界 当然他基本上觉得自己 就是没有什么价值 对不对 也不会特别是他自己要求 他需要的东西 他会比较难 当然很害羞 尤其是初初截了一个新人的时候 他们都很害羞 也都希望别人喜欢他 所以他通常很乖乖 乖乖女 乖乖仔 这样的 通常这类的人 皮肤都比较白正 皮肤比较青白些 他肌肉都是比较松松些 皮肤比较干的 那人就是紧张 而且有时候很容易敏诊 而且有一件事 他很多时候是营养不良的 嗯 那就是好像 乖乖仔出生 妈妈奶都不能喝 对不对 那么他很多时候 他有一种营养方面的吸收 会有问题的 那这个病人 其实他的脑袋是很精的 很硬的 嗯 但是呢 他的身体就是很差的 就是他脑是很灵活的 很灵活的 但是他的身体就比较弱的 那你会看到呢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组合 就是他是小胆 但他也是固执的 哦 就是你看到一些人 他自己是小胆的 因为他缺乏自信心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什么勇气 也都那个 那个意志力不强的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小孩呢 也都是很固执的 嗯 就是外面呢 看上去呢 就是软的 但是里面呢 其实也很固执的 那种解释呢 就说呢 就是这些小朋友呢 就是他自己很软弱 但是他也都很敏感的 那么他有时候呢 他为了真的 就是不要被人冲犯 他最后的底线呢 他遇到那种情况之后呢 他就 就是坚持自己的己见 那他呢 就是不会严重的 那这个呢 就是直型的小朋友呢 他整体的那个人物 人物的那个 性格人物呢 就是这样可以看到的 那么我过去呢 我亦都 很多时候呢 我发现呢 尤其是小孩子 或者在学习方面 社交有问题啊 或者很多些 我们叫做 hermit kid 就是在家里不肯出街那些 那些小孩子呢 我发现呢 很多情况呢 是这一类的小朋友来的 那么我们电台有时候 都看到了 电台节目都有做过 那我一看下去呢 就是谈吐方面呢 我觉得呢 直型呢 是很多时候呢 是适合于 这一类的小孩子的应用的 OK 刚才听完了 袁医生介绍 直型的小朋友啦 那未来呢 我也都想为大家 介绍一套电影啦 刚刚我早两天呢 都是经压袁医生介绍来看的 那这套电影的名字呢 就叫做 God the Facts on Milk 那那个中文名呢 其实没有的 其实没有中文翻译版的 我搜索过台湾那些很多都 那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 买来看 在诊所会买得到 但是只有英文字幕的 那那个导演呢 就叫Shira Lane 那他为什么会拍摄这套电影呢 因为他至少自己本身都对奶女製品是敏感的 06年的时候呢 那个病情还急剧惡化啦 那于是就和三个朋友仔就拍了这出电影啦 那这出电影 为什么我建议大家要收睇一下呢 那因为大家都留意到香港自己很多妈妈呀 现在到十岁八岁呢 都还给小朋友喝奶粉呀 天天喝牛奶做早餐啦 那这样 那其实呢 那这套电影上带出的呢 就会说了 其实只有人类在断奶期之后呢 才会还喝奶的 还要不是喝人奶 是喝其他动物的奶 是地球上的人类才会这样做的 但是牛奶是否真的适合我们人类去饮用呢 那其实我们过了断奶期之后呢 我们已经是身体没有酵素呢 是可以消化奶里面的乳糖的 那其实长期这样消化不了我们的乳糖呢 其实是会堆积在大腸那里的 而令我们产生很多敏感 那在非洲和亚洲里面 其实我们有90%的人口 都是消化不了乳糖的 那之后会引伸些什么问题呢 例如令到我们腸胃不息 胃抽筋 胃气象 甚至会出现一些自身免疫的问题 关节炎等等 那 那 如果大家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对牛奶有敏感呢 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提示 例如很多时候会出现鼻敏感 流鼻水 成长迟换 或者经常发出一些很强的喘气声 烤喘 濕疹肚痛等等 那另外 也都哈佛大学有些研究指出 那些荷尔蒙 就是现在牛奶里面注射的激素 那些荷尔蒙 是会令我们也有发癌症的原因之一 那各位听众可能会很奇怪 哎 政府不是 就是对我们的食物已经有很多监控啊 把关啊 袁医生听到都笑了 一般人都觉得呢 就是 如果问一般人呢 一般人的意识上呢 牛奶是 哇 是必须的饮品来的 新闻仔不喝牛奶呢 就成长不了的 是 如果没有牛奶就没有盖的 那就是一般人呢 如果你跟他问牛奶呢 这些牛奶感受呢 他就说 哎 牛奶好东西的 那就是在那片段里面呢 成出气呢 其实呢 是讲 他们三个人是吧 是吧 四个人呢 四个人呢 就是横跨美国的 整个美国 那沿途呢 他就一直是做 做访问 问那些人 那就是大致上 你都可以看到啦 如果你香港都是一样的情况 你问他 你怎样看牛奶啊 他就说 好啊 好啊 我心想要靠他啦 不喝牛奶的人呢 就小粒啊 长大不了啊 那一般人呢 那如果没有牛奶 我叫他没有喝牛奶 哇 没有牛奶怎么算好啊 一般人呢 都是这样的答案 那好了 这个的 这个DVD呢 其实是拿了奖的 那他发现 他就告诉你 其实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知识 这些普遍的 对牛奶的形式 是怎样来呢 其实不是科学上 证实是这样的 是基本上 牛奶公司 用很多很多钱 每人用意 四个数以千万元 是不断做广告 是跟那些人洗脑的 那片段里面呢 他也都去访问 有些 譬如美国在中部呢 很多印第安人 那些红印第安人 那些红印第安人呢 那红印第安人呢 那红印第安人呢 其实好像一个亚洲人 那样啊 亚洲人呢 起码有百分之七十啦 成年人呢 其实都受不了奶的 不止好像 美国白人那样 那样 那他发现呢 原来呢 在美国那些牛奶公司是怎样做呢 它不单止在电视上做很多很多的宣传广告 帮助人们不断地洗脑 还有政府有很多所谓的food program 比如学校里面 我们要10元要去供应午餐 不准倒的 牛奶公司说 你做这些 program 做这些一定要有牛奶在 就是用政府钱买通这些政客 当地的政客 就要求他们这些所谓的免费午餐 其中一个主要的食物就是牛奶 好了 片段里面看到很有趣 其中一个片段说的小朋友 是红印第安人的小孩 其实他不能喝的 他喝到牛奶就会肚痒肚痛 他喝到牛奶 他可以说他根本是不能够集中读书的 就是有问题的 但他看到原来很多学校 是罚你的 看着你 你不喝吗 有什么可能倒毁了他 不准你 他发展到很多这些地方 直接要你在他面前喝完 才让你离开饭堂 我看到整个 就是为什么那些人会有些 不是因为我们科学证实 哇 我们牛奶是非常之有益 有盐越多的人就越健康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还有什么呢 再跟大家谈一下 很多的 那大家一般普遍的观点 他有讲钙的 那大家认为牛奶是不是很高钙的呢 但是有没有想过食物里面有的钙 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全数吸收的呢 那因为呢 在牛奶里面的动物性蛋白质 这个问题是呈酸性的 那如果我们身体饮了之后呢 因为我们身体是偏检性的 如果健康的身体 那当你喝了一些酸性的饮品进去呢 那身体就会变酸 那为了养身体呢 那为了养身体呢 回复正常的pH值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的身体呢 就会通常是从我们的骨头拿回一些钙 去中和回酸碱度 那就是变相说呢 我们喝了这些动物性的钙质入身体之后呢 不单止不能够补充我们的钙质 还要在我们的骨头拿回一些钙出来 去平衡回酸碱值 其实呢 就是影片里面也有说呢 反而很多吃肉啊 喝奶啊 吃蛋的国家的人 那个骨质疏松的比例是更高的 但是 反观呢 一些落后的国家是吃菜 还生了很多BB 那些生了10个 我记得 但是那个地方名字 我不记得了 他们呢 只是吃普通的绿色蔬菜 但是他们的骨头 就是骨质的密度是很好的 很健康的 就是不需要去 就是一定要摄取牛奶才令骨头健康 那它也显示一个科学的数据来的 是 就是我们也听到骨质疏松 是不是 那令到一些老人家 会突然之间 宽关着 就是断了 那很多人都是因为宽关着断 入医院去搞 接着就有很多的后遗症 接着就死亡 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问题 那发现呢 那么看呢 如果有些国家是喝牛奶 那个量是很高的 是 还有它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呢 就是作为一个比对 是不是 是 发现呢 牛奶用量 牛奶用得越多的国家呢 它骨质疏松疏 是 是 所以完全不是我们一般人 被他们这样宣传洗脑 说 牛奶会令你身体产生多些鈣 令到你身体骨质松疏会减低 其实是刚刚相反的 其实 这些资料是一个有很科学的资料 背后也有一些很出名的医生 是不是 是 那个医生呢 就叫John A. McDonnell 是啊 是啊 他本身都是出生的时候 都是一个叫农业家庭 美国传统的 他们都是一个喝牛奶 吃鸡蛋 吃肉类 吃bacon 这样大的 但他大了之后 就开始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做研究 他只能做一些版图的东西 研究一下 这个国家 譬如骨质疏松的人 比例高的 譬如是红色 是橙色 他慢慢发现 做完之后 所有反而骨质疏松 最严重患病的国家 全部都是吃肉 奶 这样的製品 除了这位 那么出名的医生之外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有没有其他科学文献支持呢 其实只是 在1988至1993 这五年 医联文献是超过2700篇文章 是讲述牛奶 但是为什么没有被大家注视呢 就是去公开探讨呢 其实我们的资讯 是很被封锁的 奶商那些 只会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 去推广 去买广告 因为其实单单只是说 每年在美国 只是在美国 他们交奶收益的税款 一年已经说是600亿美金 税款而已 牛奶公司的牛奶 税款 抽给政府的税 是啊 你想想他的收益是多可观 所以他们是有财大 来自当头 还有USDA里面的食物金字塔 是11个人去决策食物金字塔 给全美国人去医从食物金字塔 去 就是那个饮食原则 叫做为你健康着想 但是我想说 那11个人里面 其中有6个都是 跟他们有利益关系 有输送的类似 例如是蛋 奶 肉 6个 11个人有6个 即是他们6个点头 那个金字塔已经要通过 即使其他五个人不认同 那 即是这些食物金字塔 其实是否可信的呢 其他文献 为何又被人占视呢 我想市民要在不同的渠道 去找一些资讯去看 其实很多政府的所谓监管部门 那些机构里面 其实都是有了 深满了他们的试图 是啊 所以你以为食物金字塔 因为根据科学的资料去设计 其实完全都不是的 设计那班所谓科学家 全部都收紧 收紧这些食物公司 鸡蛋 牛奶公司 肉籍公司 那些钱的 所以在美国的食物企业 是很庞大 势力是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得到那些所谓讯息 的营养讯息 其实早年在美国 大部分的所有营养资讯 其实全部都是食物公司供应 所以你看到早年说 我们喝奶是好的 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 那你今时今日已经知道 那个问题在哪里了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今时今日 我们资讯的来源 是很歪曲的 因为我们的所谓大传媒 其实背后都是受这些 这样的大企业控制了 在法罗尼泰珍曾经有一个 有一个男女记者 就是去跟进 那个牛奶里面 注射那些 Bowvine growth hormone 那他发现 他这些物质是致癌物质的 那想做这个节目 跟着呢 制造这个荷尔蒙注射的 Monsanto公司 Monsanto公司 即刻就跟那个电视台说 你不可以播这个节目 如果你这么直播 我们就会高到你脖子 那你知道 在美国 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整个所谓法律制度 我们法治社会 其实我们以为 法治是公正的 其实整个我们的所谓法治社会 前身法律之 英伦法律之起初成立的目的 是保护有钱人的家产的土地 其实前身是保护的 当然呢 过程里面有很多些小甜头 但最后最后 你会看到 整个法律制度 是被大财团 被大企业 被有钱人 是一种工具来控制我们的人 好了 这些情况之下 当然 法律的电视台 我不记得名字 立刻叫两个记者 你不如稍微改一下 改到之后才出街 对了 那记者改完 跟着给他看看 又不行 又改成十几次都不行 最后最后 你会看到 改到面目全非 他才可以给他出街 那他不要说 那结果记者 就不听话 电视台 就炒了他们两个鱿鱼 炒了他们两个鱿鱼 结果 就酝酿到 那两个记者 就告 在法庭 告电视台 他有个原因 电视台 不可以用这些原因 来炒了他们两个鱿鱼 都打了很多年 官司 那最后 最后都被他赢了 那电视台 也赔了很多钱 你要看到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在这些所谓大传媒 接收广告这些传媒 其实他给你的信息 全部都是广告公司 叫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你是很难听到真相 如果对一些食物不利 的情况之后 他们很大的势力 他不用的 他说告你 他不用告赢 在过程中 和你告 在过程中 你已经破产了 你已经破产了 你不用等到结局 五年之后 第四年 已经破产了 你便乖乖就困 其实这个情况 是很严重的 我们还有一个 有一个DVD 我们健康店都有的 是讲过Future of Food 也透露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好了 跟大家 简单分享了 叫做 Got the Fats on Milk 这个DVD 是得过奖的 大家是 现在在我们健康店 陆创健康店 中华和 同楼 同楼 都可以买的 也可以上网 我们上网的商店 都可能买 最简单就是上来 健康店 有很多好东西 可以自己走来看看 我们很多这些 照顾大家健康生活 需要的东西 都成千多二千种 其实刚才 袁医生提起 那间公司 马上都有一些 恶事 真是 说到明天都说不完 不过 将来有机会 先和大家分享 在这里我再佔多一点时间 说一说 曼山都 其实 一只牛妈妈 怀孕才可以有牛奶给大家喝 但现在 技术已经发展到 打枝针 不需要怀孕 不需要怀孕 你们会有牛奶喝 全美的 农业 越来越缩水 牛是越养越少 但我可以告诉你 那些奶製品 是在不断增加的 其实 Farm的规模 跌了55% 但奶的供应量 可以增加94% 为什么呢 因为每只牛 现在都可以 靠打这些 基因改造的针 去令到它们 有奶汁分泌 而每只乳牛 增加了10%的奶量 因为你不停要去 在乳房里泌奶出来 令到它们好像有乳腺炎 患了乳腺炎 之后 泌出来的牛奶 里面有很多 浓泡的菌 我想说的 就是这个碟里面 透露了 他们去超级市场 抽查的样本 即使经过巴士 标准的消毒法 每CC的奶 每CC的奶 依然是含有35万至40万的 龙泡菌在里面 一瓶奶里面 只要它不超过180个million 是180个million的龙泡菌 它都是合法去卖给你们喝的 是一瓶标准一个玻璃 你们想一想 喝这么多这些菌 下肚是怎么样呢 它已经是经过合法的消毒程序 好了 我们今集真的很不够时间 我已经爆了些时间来说了 各位听众 如果有什么意见要发表 欢迎随时去到我们 愿网台的讨论区 好了 多谢各位 拜拜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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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畅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读数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com.h